520之后就会换主流 资金会开始回归到 到时候 跟我们手上一些标股 应该又会带来我换主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么台股今天盘中 又是一个历史上的一天 最高涨224点 来到20933 那这个位置呢 也正式突破了前面的 20883的高点 再创了一个历史的 一个新的天价 那我想以台股来说 离21000点 最高也只剩下几十点的距离 我相信现在 也没有太多人会去怀疑说 两万一千点 会是很难达到的 那台股的结构它现在非常的好 因为 AI九成都在台湾 所有的硬体供应链 从最上游的晶片 代工 代工 先进封装 然后AI伺服器的所有零五件 全部都在台湾 这是台湾最好的一个大趋势 然后本土资金又非常的充沛 一堆资金跑去 转去ETF 包含什么 台湾外币的定存啊 本土的台币的定存 我们一堆解约都跑去买ETF 所以ETF的总规模超过1.7兆 外资卖台币扁 钱汇出去 都免怕 光是台湾本土1.7兆 而且这1.7兆的资金 它每一季又要做一些成分股的一个更换 因为带来一些新的族群 一些新的买盘 所以发现就说 这个资金动能一波接一波 然后主流趋势又在台湾 台电今天的股价甚至盘中最高涨了23块 现在涨18块钱820块 那我也说台电今天最高来到825 离826的前面高点就差那么一点点 早晚要破千的 早晚要破千 因为AI在今年只是刚开始而已 百分之九十几 所有的金片几乎都是台电做的 未来要走10年的717年才刚第一年 破千我认为只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到时候台股两万三 两万四 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都不是问题 只是说这中间的过程 它是震荡向上 一定会有一些拉回的时候 会有轮动的时候 每一段时期可能涨不同的 主流或者标的 但趋势是明确 所以大家去把握就是说 这一种十年一次的产业的变革 的一个大机遇 抓到的你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这个从去年六月份 我已经讲到现在 我想我就不要花太多时间 再去解释这种趋势的部分 重点还是在于 你要买对股票 IP股经理科 早上刹到292 再一路拉到319 拉到319 那我真心觉得 就说这一波 从577跌到现在剩300出头 真的已经跌很多了 那不是只有它 创意 世新 力旺 M31 具有科 神盾 安国 没拿在屁股最近都 吓得疲疲疲 所以它现在是最弱势的 但不代表 它会再一路烂下去 因为有时候跌升 就是最大的力度 当你股票跌升 而市场发现说 没有那么烂 后面只要开始有力多 陆续连续出来的时候 那股价反弹上去 速度常是最快的 那以金金科来说 五月份估计将有新的权利金 营收应该是再持续电稿 那谈很久的PCI的部分呢 当初就是四五月份 那四月五月六月 非常重要开花结果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新的案子 就会前进来 那股价又从577 一路跟着整个IP股都掉下来 现在在一个过去这半年的绝对低党区 只要有任何一丁点的实质力多出现的话 V转是可以期待 V转是可以期待 所以这个持股持续的续绑 那就等待它力多的实现 然后最近新买进的则是2363的系统 早上杀下去翻红涨上来 最近在低党已经洗了好几天了 这波是从576块打下来 但低党已经来回洗了 大概一个礼拜时间 今天又拉出一个长长的下影线 其实我认为在这边要再下去有限了 那我把它定义为最低价的IP标股 低价IP标股 因为它今年5月份就有机会完成 收购IP公司连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连锦的这个股本是3.38亿 3.37亿左右 四手路3.38 5月份将有机会完成这个连锦的收购 那连锦呢 去年第四季大赚10块 所以理论上如果说你乘以4 哇今年要赚40 那当然没有它有淡忘记 所以合理推估保守来估计 连锦今年假设没有被系统买走 它一年可以赚大概25块 我认为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那股本1.32亿 换算成市值 大概是可以值100亿 所以这家公司连锦这家公司 以这么赚钱的这个数字的话 合理数值 这个合理市值应该是100亿 但是联电把这家联锦卖给这个系统 它只卖它多少 它只卖它3亿多 3亿多 应该说它只卖它3.38亿 所以市值100亿的公司 只卖它3.38亿 那系统不是赚翻了吗 所以我就说大家要去看得懂 就是说 这个动作它背后的函 那联电等于是把它旗下的金基姆 用几乎成本的价位 联电好像只赚8000万 它可以赚几乎100亿的 它只赚8000万就转给系统 土额是什么 土额不就是 要把整个系统扶植起来 做一个非常大的转型 从这个系统这边再赚更多回来吗 而且系统6月份还要现金减资3块半 比现在的股价多少56块 我算了一下 職利率换算起来是6.5% 而且现金减资是免税 你不用缴一分一好的税 因为是股东权益的退还 不用缴税 職利率还超过6.5% 所以我认为这个现金减资 大家应该多多参与 而且讲白了 联电背后掌握的半导体相关资源 IP相关资源 比神盾要大的相当多 神盾对外去买前瞻科技 花了多少 我记得是花了好像三四十亿 因为人家跟你没有关 要把公司卖给你 一定是卖一个合理的市场的 合理的估值 但是联电可以很便宜的把联景卖给系统 是因为他都是子公司 左手换右手而已 所以联电本身没有从这笔交易赚到什么钱 但是系统赚大了 加上现金减资 那未来系统我认为就是加速转型IP公司 减资完之后 股本从七十几亿就可能要减少到 剩下大概四五十亿吧 明年估计可能会再减一次 那后面还有大概两到三家的IP公司的收购案 还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相信未来他的爆发力 会比安国来的更大 所以不要想说 IP股最近好像很惨 也就是因为股价来到一个相对抵挡 像我们现在手上 我也没有神盾 也没有安国 也没有巨有科 也没有私心 也没有创意 其实这一组随时都会转强 那最后等转强的那个时候 我们会出手买更多的IP股 那现阶段就是 先手报经历科 以及持续的买进系统 两档IP股 那另外散热股 最近最不要就爱姆勒吗 礼拜四涨停 礼拜五又涨停 早上来到五十点七元 最多涨五点一趴 短短三天从三十九块二五 涨到五十点七 真正涨了二十七八 标标准准的V型反转 算说目前稍微翻黑 在平方附近说一个小幅度的整理 但我认为低档相当有限 因为它拿下广达水冷的大订单 包含水冷板 包含相关的管件 以及快接头 其中快接头的难度最高 那这个部分五月预计 就开始拉货第三季就会放量 而且这些东西除了水冷板难度比较高之外 管件跟快接头 它的技术门槛都很高 所以可想而知单价也高 毛利率当然也高 那相比来说 我就说吉茂的部分你要小心 因为市场已经传说 它的管车订单其实好像 并没有真的有拿到 那这波股价从五十二十五块 一路飙到八十点八元 你看今天已经回档到六十三块二了 而吉茂当初是说从汽车水箱 转入到AI伺服器的水箱 那这个东西刚好是所有AI相关零件里面 它技术门槛最低的 但是股价却可以从二十五 一路飙到八十块钱 反倒是真的拿到订单 而技术门槛非常高的 艾姆勒现在股价 也不就只有四十八块到五十块钱左右 所以搞不好你看 吉茂从八十回到六三了 艾姆勒从三九一路飙到五十块钱 或许搞不好下礼拜这两边股价就较差了 所以艾姆勒才是真正的 低价的水冷的新标股 那另外广运 我们持续看好股变 礼拜好涨四点四趴 今天再涨六点一趴来到九十三块 非常的强势 那前一波 其红跟双红大涨的时候 他还有高率大涨 其实他这一波在高档 其实不算有涨大 反而跟着说拉回跌破月线 收缴再涨上来 这几天我认为洗得相当干净 应该现在已经要开始 那五月份 应该就这个月开始出货给Intel 因为Intel其实已经跟他合作很久 之前没有用也是因为 所有的东西都还用不到水冷 但今年水冷的客观环境水到渠成 AMD要用 NVIDIA最先宣示要用Intel也要用 所以五月份开始出Intel 但这个量不会很大 真的是七月份出NVIDIA的 比如说出给广达 核硕 终端客户是NVIDIA的 这个量才是真的很大的 那五六月营收大概一路往上跳 七月份会跳得更快 今年估计上看八块钱 所以我就说双红齐红的 本益比都三四十倍 以赚八块钱的广运来说的话 就算打折给你赚六到七块 乘以三日倍 其实这个股价都是太过低估了 所以这个最低估的水冷股 所以我想两大主流不变 一个是CPU 一个水冷的部分 你看大盘今天虽然说涨到新高 电子股成交比重 其实只有大概42% 大部分的电子股 除了台电之外 全部都亮缩 很多都拉回 我一照样往上涨的 只有两组 一个加CPU 一个就是谁的 最强是还是这两个主流 我想这是不变的 那早上CPU最强的就上全 一路带头冲到137 最高涨7.8% 现在还是135 几乎就来到了前面的高点附近 那这一波上全最高收盘的价位 是这一天 144的前一天是133块半 所以我今天我在盘中的文章 我就说 他的观察重点就是这个价位 133.5元 在这边已经高档盘盘盘盘盘 如果今天可以收到133块半的话 133块半以上 就代表他创下有史以来收盘价的历史新高价位 那到一世之前这个压力就很少了 因为当时是分盘交易嘛 所以没有什么套劳量 那现在的量远比那个时候创新高的量大了相当多 所以其实实际上 我认为成交量都已经过高了 一旦喷上去 可能就加速又一大段 那5月30号要懂这个股东会要懂间改选 市场对于台积电会不会进驻董事会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我只能说有机会想象空间非常大 因为他是跟台积电唯一合作开发CPU技术的唯一的合作伙伴 所以他非常重要 那CPU的相关设备也在第二次就会开始出货给台积电 给他的相关客户使用 所以这个股价只要一过一四四 我认为就是盆 所以现阶段我们在前一个多礼拜 陆续出了光环讯星光盛 全部大专出清嘛 那目前就持股上全 我认为这个随时要盆 当然光环也还是很强 今天也是又涨了大概7%上来 还在分软交易先不急 光盛也算强势 也分软交易也不急 讯息呢 没有分软交易今天也涨了大概4% 5% 这些都有机会再买回来 因为主流不变就是水冷加CPU 那这些股票我都会来回操作 想要跟着做的 不想错过下一次的黄金买点 一买就飙上去的那种买点的话 你要赶快跟上来 然后新布局的还有 iPad新散热题材的标股 iPad全面采用石墨材料做散热 其他公司未来将会跟进 那中国市占率占有七成 而且禁止出口 所以这家公司将会大大的受贿 股价只有十几块钱 15块钱 要赚个三四成 我认为是轻而易举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上 我们最新布局的脚步 而且我认为520之后就会换主流 资金会开始回归到电子股 到时候CPU水冷 跟我们手上一些标股 应该又带头分子 那欢迎大家来 YT或者LINE留言加1 加上你的手机号码 让我们可以找到 只要留言加1加手机的 就可以跟上 我下一档 全新扣进的标的 留言加1加手机 就可以跟上下一档 我全新扣进的标的 好好跟上我们的脚步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